到底一部以拍片而生的相機仔有沒有生存空間呢 我相信現在有一撮會拍YouTube或Vlog拍片更多過拍照的人 它是小眾來的 而對於這部份人Sony出了一部新相機 而這部相機又滿足到這部份人的需求和出來的效果是怎樣呢 大家好我是Ray Ma 今天在我手上的這部非常榮幸 有機會安排到和大家搶先試玩Sony全新的相機系列 Z3-1的相機 Z for Generation Z 年輕人 V for Vlogger's Video 拍片專用第一代系列的相機 它的外觀大勢上很便攜帶 褲袋都可以 一手單手就緊握 手拿著出街都可以 它大概五千美六千元左右的售價更加親民 還有它真的是專為拍片和YouTube創作者的製作人 上面是更加多的專屬功能 操作上更加便利 針對拍片的功能和實際出來的影片的效果是最重要的 但是都簡單先和大家看照相機規格 用到一吋的感應器 2000萬像素 跟機是24-70mm的鏡頭 不可以換鏡 F1.8-F2.8光圈 首先初步我對這個產品的觀感和感想 就是它很便攜的特性 而同時支援科機拍片和Product Showcase的功能 對於物件追蹤拍片是很適用的 也有拍片的時間 油膚的效果和一系列很多相機才有的功能 所以它拍出來的成像影片的效果也一定比手機好 同時它又很親民的售價 如果你一直都用開iPhone拍YouTube或是手機拍片 這部相機絕對是拍出來的效果比手機更漂亮 而主要在外觀和造工上來說 它都很簡潔Sony的標誌 大大過 而且看到Size Choice鏡頭也有Mount 也都隨機附送了有個淚風的毛毛 可以讓大家在室外拍片時大幅度有效降低風的噪音 因為這次相機看到這個位置有三個Mic 所以它應該可以隔離一些環境聲風聲 而且不用用外置咪 也有更清晰的效果 我現在是細細說話 也比較遠距離相機 也試試用它設計的攝影機錄音 我透過藍牙Grip 將它移動到70mm的焦段 也一定有距離 讓大家聽聽一下我家室內模擬大家拍Vlog 用設計的攝影機效果是怎樣 還有可以再試一下它的攝影機錄音 再配合設計的攝影機錄音 到底會不會對我人聲的清晰度 或是雜音上會錄畫進去的效果 讓大家聽聽一下 現在就把相機拉到更近 去到手可以直接拿著的距離 24mm的廣角效果 看看它的收音咪能否做到更清晰的效果 的確它內建Clear Voice的收音咪功能 已經是很突出的表現 但Sony仍然保留一個3.5mm的音源輸入 Mic-in功能 但只有一個3.5mm的耳機插口 大家可以做到插外置Mic-Mic-in功能 做不到螢幕的同步鑑廳 而在機底的蓋位打開後 給大家插上一個SD卡 是大卡的尺寸 也有電池 電池也很小 回到機頂 它獨立有一個給大家拍片的影片按鍵 可以看到它是一款重視拍片的相機 而旁邊有C1按鈕 這個C1按鈕原生預設 是一個背景的on-off 它原生用大光圈的時間 就可以做到人像清晰後面背景蒙 前景深效果 按一下就可以立即變成前清後清 整個畫面都清晰 另一個很獨特的功能C2按鍵 Product Showcase的模式 它更加著重優先去焦點在你想展示的產品上 不需要用手放在前面展示 直接拿著它已經很有效的會自動找到我的產品 但開啟了Product Showcase模式 它就不能夠開啟SteadyShot功能 所以它原生出廠已經建議大家開Product Showcase 的時候配合腳架使用更加穩定 可能真的讓大家拍YouTube或展示一些產品的時間 然後對著自己拍攝 拿上前或放到不同位置 它會追蹤你的產品 但外出拍片或去旅行的時間 主要是拍攝人像或風景 就關了這個功能 開啟SteadyShot出來的效果就穩定很多 而說到拍攝人像 它這次也支援面部油膚的效果 可以讓大家在拍攝的時間 按FN 開啟了Menu之後 裡面再選擇油膚的開關和油膚的程度 而它也可以有面部優先曝光 全天候的時間都是優先了你面部的光暗曝光為首 避免出入一些光暗位 可能是商場或是橋底或是不同光暗的場景 它就突然間的面部可能偏暗 或是過曝 尤其可能你穿深色衣 淺色衣 配合不同膚色 這個是很有用的 面部優先曝光和拍攝的時間都支援的油膚效果 再加上Sony好出色的Intelligent Active SteadyShot 出色的防手震效果 光學配合數碼的防手震 比起一般的防震補償高出11倍 即使我出街的時候拿著相機 或是再加上藍牙Grip去拍攝的時間 一邊走一邊講它有很穩定的效果 唯一是始終真的是機仔 散熱效果就不太理想 尤其現在夏天三十幾度 西斜陽光直接曬正部機 拍了一段時間後就看到過熱警告 我當時拍4K影片 開了Intelligent Active 還有開了油膚效果 相信1080p拍片散熱就會比較理想 而且始終真的是機仔的電池續航力 如果大家出外拍外景拍足全日 或者去旅行的時候用它拍足全日影片 都不太夠的 建議大家帶充電或者帶勞動充電 正在我有限的時候 體驗了Sony全新的ZV-1相機 這次很親民的價錢 還有出色的三個收音咪 Clear Voice 人聲特出的功能 也有拍片的時間支援油膚效果 不用大家日後在Adobe Premiere Pro 或Final Cut上加油膚效果 這裡一讚 也支援出色的防手震效果 面部優先的曝光調整 也有很獨特的Product Showcase功能 對於一眾YouTube creators 你會拍Vlog但一直都用手機拍片 預算有限的話 或者考慮到便攜性方面 這次ZV-1就很便攜 很親民的定價 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即將有更多相機搶先測試 和大家安排到 也即將有更多真無線藍牙耳機 以及最新手機發表的資訊和評測 下次再見